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在超市买回来一些鸡腿 准备做好吃又简单的三杯鸡 先将鸡腿剁成小块 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清洗干净后捞出备用 生姜切成片备用 再将葱切成段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蒜瓣备用 然后准备花雕酒大半杯 生抽半杯 白糖半杯 它们的比例为4比2比1 锅中加入清水 冷水放入鸡块 冷水能更好的去除鸡肉的腥味 不要盖上盖子 将水烧开 煮3分钟后捞出关火 捞出后放入清水碗中 清洗干净 滴干水分备用 炒锅倒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放入姜片煸炒 炒至姜片略微焦黄 再放入葱段蒜瓣 翻炒一分钟 然后倒入鸡块 继续翻炒 炒至鸡块发黄 再加入花雕酒 生抽 白糖 翻炒使鸡块均匀上色后 大火烧开 盖上盖子 盖小火 半炖20分钟 中间要记得搅动几次 使鸡块均匀的受热 时间快到了 汤汁熬的也少了很多 打开盖子 改大火收汤就可以了 香的真是不行啊 这么做出来的鸡肉 吃起来肉香味浓 甜中带咸 咸中带香 非常好吃 这道菜做法简单易学 快来试试吧 喜欢我记得关注订阅吧 小北会定期分享美食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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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